在纽约时报方面 机密电邮显示 一名中国监管高管 曾经直接向摩根大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打招呼 要求帮忙雇佣一个年轻的中国求职者 而这名求职者目前正公职于该银行 索气因为冬奥会而发达 但是当地的村民却笼罩在建筑施工的尘土当中 华盛顿有报的头版是 美国政府再度面临提高债务上限的压力 国会两党正在争取摄弃隔阂 以避免政府在线关闭 在今日美国报的头条则是 经济学家预测 美国经济2014年走势强劲 失业率将持续降低 在华尔街日报方面 已经实施的美国健保法案又见挫折 480万人因为收入不高不低 既买不起规定的健康保险 也不够格获得政府的补助 接下来看是洛杉矶时报 头条是索气冬奥会给附近的村庄带来灾难 相关的建筑施工污染了水源 而升级的安保措施 则限制了村民获得医药等多种资源的自由 妖音的利用 全民获得医药等多种资源 速度 奖医药等多种资源 优优养